这个视频我来说说小数乘法混合运算 淘气要给希望小学三名同学分别买一本练习本和一个铅笔盒 以至练习本每个2.8元 铅笔盒每个6.1元 那淘气一共要花多少元呢 一共要花的钱数包括给三名同学买练习本的钱数和买铅笔盒的钱数 买练习本的钱数等于练习本单价乘数量 买铅笔盒的钱数等于铅笔盒的单价乘数量 那买练习本的钱数等于2.8乘3等于8.4元 买铅笔盒的钱数等于6.1乘3等于18.3元 一共花的钱数等于8.4加18.3等于26.7元 列出综合算式就是2.8乘3加6.1乘3 这是一道小数乘法和加法的混合运算 我们应该先同时计算两个乘法算式 然后再计算加法 等于8.4加18.3等于26.7元 除了这种思路外 你还可以这样想 一共要花的钱数还等于每人买练习本 和铅笔盒的钱乘3 又知道练习本的单价和铅笔盒的单价 所以给一人买练习本和铅笔盒的钱数 就是2.8加6.1等于8.9元 一共要花的钱数就是8.9乘3等于26.7元 列出综合算式是2.8加6.1的盒乘3 你应该先计算括号里面的加法 再算括号外面的乘法 等于8.9乘3等于26.7元 这两种方法都计算出淘气功要花26.7元 通过这道题 咱可以发现 小数乘法和小数加减法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与整数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相同 先算乘法 后算加减法 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面的 再算括号外面的 实际上 不仅运算顺序相同 整数运算的定律 也同样适用于小数运算 你看这道题 一本练习本2.8元 一本数学家的故事7.2元 小小要给希望小学5名同学 分别买一本练习本和一本数学家的故事 一共要花多少元呢 同样这道题有两种思路 先算出买练习本的前书 以及买书的前书 然后再相加 那就是2.8乘5加7.2乘5 等于14加36 等于50元 也可以先求出 给一名同学所花的前书 再乘以人数 列式为2.8加7.2的和乘5 等于10乘5 等于50元 虽然两种方法都计算出 小小要花50元 但显然第二种方法更简便一些 它是在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 运用了乘法分配率 所以整数乘法的运算定律 对小数乘法同样实用 好了 就说到这 你都听懂了吗 赶快做几道题试试吧